就是开发人员标签的部分问题 位置不同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让你的效率更提高了 不过就是可以让你加快速度的话 这边可以把手机的函数改成 换个名称好了 叫手机范围 可是问题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本来会有三个 三个引数 变成一个引数 那也就是说 一个格子 你就要选一个范围给它 OK 所以有这个地方 那你一定要是一个范围 选这个三个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这样选 它用什么形式 丢给这个函数呢 特别最后面有一个什么 大瓜湖 那这个一般在VBA里面看到大瓜湖 通常是一个阵列 一个阵列 那这个什么叫一个阵列 也就是说 丢过来东西 它会用一个阵列 去把资料 包过来 那将来你要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阵列给切开来 实际上就是有个房子 里面有隔间的 到底差不多了 就是说里面呢 它实际上呢 大概是一户 可是里面有三个房间 那你要必须怎么样 把它分开来 那要怎么分开来 这边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你要怎么接到 接 把它接收到 那相关的东西 像如何去用范围的方式接收 那我看了很多其他的书籍 其他的那个 VBA的书籍 讲了很多 但是都写成是写一大堆 非常冗长 后来我又用个简单的方法 多写一行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 你选的东西怎么样 丢给一个 一个叫做A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用它来接什么 接这个阵列 那实际上这个A 你也可以 到时候再把这个A 把它切开来 那怎么切特别注意 它这个观念 跟那个刚刚那个Sales很像 一般在那个 就是二维阵列 里面呢 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说 一样是A 你后面可以加一个刮弧 如果我是 因为我会有那个 纵向跟 有 有方向性的 有列 然后有蓝 那这个观念 跟那个Sales很像 前面 要先给列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范围有几列呢 一列 这边横向的 有没有 横向的一列 纵向的几蓝呢 一 二 三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 如果它给你一个范围 那你要怎么把它解析出来 特别注意哦 这个资料 用A怎么表示 A 刮弧先列 再蓝 所以A 1 豆点 1 刮弧 就是11了 这个怎么表示呢 A 刮弧 1 豆点 多少 1 2 2 5 5 6